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迎接完美夏日》 我是Manny 夏天就已經來想了 我們將一連四集在這裡為大家介紹一些美容的貼紙或資訊 希望可以幫到各個女士在夏天情況自己最美最完美的一面 相信各位女士曾經都有試過面上身長出毛髮 令大家覺得很尷尬 這些毛髮生長在嘴唇邊或是涼額 令化完妝又不上妝 或化完妝會覺得污漆漆不漂亮的感覺 其次除了美觀之外 毛髮在面上積了很多油脂 令我們很容易會申請油脂粒 暗瘡或漢斑的形成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家都會切法用手去拔走它們 如果大家想拔走面毛的話 有少少資訊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例如我們拔的時候一定要先洗乾淨 不可以令臉有太多衣救或是化妝品的殘餘物質 其次我們要用的用具一定要消毒乾淨 不可以令到有細菌刺激我們的毛狼 因為如果我們拔走的時候 我們的毛狼會受到損害或皮膚會受到傷害 如果我們可以做出以上兩個補師的話 就會減少我們面部紅腫或敏感的機會 其次完成這個程序之後 我們也可以嘗試用更多的滋潤霜 去修復我們的皮膚 令我們沒那麼容易敏感 其實坊間還有很多針對解決面毛的美容療程 不如這樣吧 我們有請專業美容師Sheran去為大家講解一下 看完剛才Many為大家分享的提示 應該清楚知道如果處理面毛問題的時候 處理不當很容易會令到面部皮膚受損 所以不少人都不會自己動手 也有找些專業處理面毛問題的美容方法 例如好像線面一樣 而我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一個 比一般線面更加可以處理皮膚問題的療程 就是蜜糖線面 首先我們的蜜糖線面最主要分為三種皮膚性質 就是成熟型、敏感型和美白型 我們會因應客人不同皮膚的性質 而去調配不同的精華素 當初我們會加入綠茶、玫瑰、人參、手污 以及特製的中藥粉 而去調配不同的精華素 蜜糖可以有保濕的功效 在整個療程上不單可以帶走面毛 同時也可以加速皮膚的新陳代謝 帶走黃氣 這樣就可以做到抗氧、美白的功效 首先我們會用結面與徹底清潔面部 然後將蜜糖加入人參、手污及特製的中藥炎製美顏藥粉混合敷在面上 有助舒緩鎮靜 減輕市面時帶來的痛楚 同時亦有效修煉毛孔和提供滋潤 隨後會以獨特的手法分別以橫、直、斜的方法全方位拔除面上的毛髮 尤其集中在前壓、髮線等位置 最後會在面上敷上驗窩牛奶面膜 當中特別加入牛奶粉及蜜糖成份提升滋潤度 在表面再敷上玫瑰花子調製而成的玫瑰保濕面膜 加強保濕、滋潤及敏感的功效 敷15至20分鐘就可以了 綠藜藝